聊了非洲的事吧 就是你给我列了一个提纲 看能讲哪几个方面 几内亚 象牙 马达加斯加 风光 还有小姐姐啥的 埃及 开罗 随时运河 那咱聊聊吧 我最 我可能在这个方面里头 我总共讲讲这个马达加斯加 因为马达加斯加我待的时间特别长 我在那待了26天 你知道吧 就是有点乐不思绪了 说实在 这有点乐不思绪了 而且马达加斯加是一个 我估计我们听友当中 几乎可能没有人会到达过的这么个地方 他是在非洲大陆右下角 就跟咱们台湾岛似的 一个小岛 对 就看那个外形 那个台湾岛差不多 但是比台湾岛略大一些 那你讲讲吧 有啥风土人情啊 挺有意思的 跟我们分享分享 首先那个马达加斯加呢 他是一个 之前是法属殖民地 他跟巴西一样 就是他的这个 汇血儿比较多 所以说他又脱离了非洲本土大陆 所以说他上面的人种呢 你说是黑人 但是又没那么黑 然后他经过跟法国这么多年的这个交流啊 男女之间的交流 我指的是 他的那个人种 他的很多那个外貌 很欧化 但是皮肤呢 又比巴西人略黑一点 所以说呢 你说的是黑人吧 又不确切 玩意 你说的 但是他又打了很多人 又打了那个很欧洲的那个样子 其实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这种回血 是蛮好看的 然后这边呢 马达加斯加 胜采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中国 现在一直在不断的进口 甚至是在走私的东西 就是红木 红木 就咱们做那红木家具是那玩意吗 对 对 就是红木家具 我 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这个我们国内现在有70%的红木 来自于进口 就是我们国内基本上没有红木了 都是从来自于进口 而在70%当中的这个红木 有接近一半都是来自马达加斯加 我看过那个 他们就是一些这个 我之前稍微了解一些 他们怎么来进口呢 是装集装箱里面 一个集装箱里面只能装一截 老粗老霸了 你说是在玩儿吧 对 特别坚硬 特别粗壮 而且我可以跟你说 我当时去的时候 那个应该有几年了 有个 有七年七八年前了 现在什么价格我不知道 当时 如果在说时代的 就是我们 我们确实没这个能力 但是 你要说那国内里 有些土豪大老板 他有这个能力的 在马达加斯加进口一根 这个红木的原木 是非常便宜的 可能只要几十美金 一般的 可能只要几十美金 我的天 那卖多少钱呢 那卖在国内 基本上都是翻一百倍以上的卖 哎呦 那他有那些木头吗 他这往上涨的比较慢的 慢慢不就没了吗 的确是这样 就是说马达加斯加这个政府吧 他特别的不给力 所以这个国家相对来讲比较穷 另外这个国家换总统啊 哎呀 比我们 比那个小日本换首相还轻 就是他动不动就发动个什么军事政变 然后就就就就就上来换一个总统 然后这个总统呢 为什么大家都政治当中总统 就是因为总统有这个特权 就可以去进出口这个红木 基本上就变成了这个国家 这个总统挣钱的一个买卖 所以说呢 他也知道这个东西越卖越少 但是呢 他不卖又不行 他挣不着钱 是这么个情况 那这个地方发展旅游业不行吗 旅游业其实还是挺发达的 但是因为为什么来讲 首先就是说 现在全世界看中国 这个中国老百姓 现在对马达加斯加这个国家 是特别不得不了解 但其实这个国家的那个 海岸线风光特别的好 然后另外他跟是 前法国殖民地嘛 所以说很多法国人选择 这个到这边来 这个旅游啊 度假 他的所以他的酒店设施啊 包括他的风光 包括他的这些 其实还可以 其实还可以 就是 要比马尔代夫和这个普及岛 稍差一点吧 但是他比较原始一点 他没有那么多的那些商业 就如果你来 就是想 唇趴着 就是感受风光 我就是想赛日光 游泳之类的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想购物 这边就算了吧 但是去那 吃到便宜啊 吃到便宜 你说 但是去那的话 飞机飞那太远了吧 那家直接大对角线呢 那个我从广州飞过 毛里求师 是飞了十个小时 毛里求师距离 马达加斯加就不太远了 我估计再飞一个个小时 怎么也飞到了 大概直航的 如果有直航的话 12个小时左右吧 我之前那个四海店 我们四海店有个同事 他是在马达加斯加 赌场里面看场的 后来这个有点事回来了 他给我讲了一些 关于这个 他叫马岛 讲了一些事 就是海鲜呢 不知道你吃没吃啊 说那个虾吧 就是你随便捞 捞完之后特别大 直接白活就吃了 然后当地赌场是挺开的 挺开放的 不知道你去没去过 我当时认识的 也是我们一个辽阳的这边 我们辽宁辽阳这边老乡 他也是在那边看赌场的 所以说我在那边待26天 他没事 就是带我是骑摩托车 就是瞎溜的啥的 也是这样 那边基本上赌场都是华人开的 百分之一半以上吧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一半以上的赌场都是华人开的 他跟我说那边开的车 基本上都是那个日产车 稍微多一点 日产那些越野车 然后枪啥的应该是 他们开赌场 基本都别身上 有手枪啊 机枪啊 AK啥都有 你你见过吗 呃 这边 对 这见过 当然见过 这边他有一个法律 他就是说也是跟美国差不多 你名字还是可以配枪的 就老百姓可以买枪 因为他有一条法律 如果说你进入我家的这个院子以内 我是直接可以击毙啊 啊 然后就是说 所以说 首先来讲 他就是可能治安不是特别好吗 所以说他老百姓建议老百姓配枪 是这样 然后这块呢 这么说的话 其实我自己感觉非洲还不是太安全 我知道咱们很多中国人在南非开场的 经常被人抢劫 然后这个 其实这个晚上富贵显成球吧 是吧 呃 对了 就是我在马达加斯家 就是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在马达加斯家 就是说 呃 你在室内这种 因为我去的那个是 不是他的首都 是他那个南方的城市 就相当于 如果按我们台湾省来讲的话 北边就是台北嘛 是省会 南边是那个高雄或者台南吧 我们相当于去的那个高雄那边 是他第二大城市 嗯 他的第二大城市 即便是第二大城市 白天你都几乎 不用说晚上 白天都几乎看不到警察 也没有交警 没有 啥都没有 红利头信号都很少 就是比较落后呗 这块还是不太适合旅游 我觉得 首先旅游咱得图个安全排地位的 然后才是风光 但是如果说啊 就是说咱们像啊 像像像刘宇航啊 像戴金的这样的 这这这种好玩的 喜欢找乐子的 其实来马达加斯家是个天堂 是个天堂 可以讲讲吧 那边小姐姐啥的 这边小姐姐 普遍年纪都很小啊 普遍年纪都很小 他也有那种很职业的那种 就是在酒吧 或者在那个KTV啊 或者在舞厅 他那边舞厅比较多 因为非洲人都那种能歌善舞嘛 包括南北都很 都所谓的那种酒吧 一般都是带舞池的 一般都是带舞池的 他有这种很职业的 但是一到什么时间呢 礼拜五礼拜六 那个国家也双休 一到礼拜五礼拜六 学生不上学 那些高中生啊 甚至我估计 有可能都是初中生 那酒吧里面都坐不满 酒吧门口站 马路牙子上站两排 那一两百号 两三百号 有的是 就是特别密集 特别密集 但是在这个国家 他有一条法律规定 好像是我 那个次次 那个开赌场的 那个人给我介绍 他说你不要找 14周岁以下的 只要满14周岁 都可以 怎么都行 就是他这个是 不出发国家法律 即便他不是职业 他是学生也好 也没有关系 是安全的 所以说 如果要是 你要是那个 就是礼拜五礼拜六 先找那种 很稚嫩的那种 有那种口味的 他说你最好 我看一看 有没有身份证 学生证 你问他大概 大概有多少岁 是这样的 他给我讲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价格 极其的低廉 低廉 基本上人民币 100块钱 那挺贵了 那比希腊贵 希腊一百元能找三 你老是跟那个 叙利亚难民比 我说 这个这没法比 但是 我只能说 反正这个 不是跟叙利亚难民 差不多 但是长得 可能要比叙利亚难民 要稍微再好看一些 其实是可以是的 不都是叙利亚 尤其是要担心那种 大人就没结婚 没啥无前无话去吧 对 他不是都难民 他有一些是 你像希腊 有很多是东欧过去的 东欧那些国家 就是混得不太好的 偷渡过去的 也有 什么这个 地中海沿岸 那几个国家 什么这个 白沃罗斯 也有不少 就在希腊 反正我觉得吧 如果要是 你买得起机票 如果我不太清楚 有没有到马达家 加直航的飞机 如果有的话 你买得起 需要去那里 人民币花个一万块钱 能在那边 消遣好一段时间 真的能消遣好一段时间 他 你说 那你们那个出海 的那个签证是怎么 怎么弄的 这个也有人问 我来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正常老百姓出国 是办那个红皮的 那个叫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对 对吧 对 然后我们海员 还多一本 我们海员还多一本 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员证 是蓝皮的 它的性质 跟那个护照的性质 基本上是可以画 等号的 所以说 我们在办理出入境 过程中 我们办理出境的时候 是在海员证上敲张 是不是在护照上面敲张的 也是同样盖中国边捡的那个张 出境张 回过来办入境张 然后 如果是到其他可以登陆的国家的时候 是当地的移民局 我中国叫边捡 或者叫边防嘛 国外叫移民局 直接上船来 然后 一般全 就是对下你的照片和你的人长得一不一样 然后盖一个当地的这个入境章 盖一个当地入境章 或者是 给你签发一个可以下地的这个同情证 是这样的 然后你就船员 就可以正常下地购物啊 消遣啊 这都随便你了 然后当你存完离开的这个 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会再盖一个出境章 或者把你 扒给你那个登陆的那张卡片 给你收回去 明白明白 那如果咱们正常人不是海员 去那的话 他那个护照 他那个是怎么整 他是落地能签呢 还是说提前整 费不费劲 我建议 这个各个国家的那个签证是不太一样的 有的是免签 我们中国现在和四十几个国家免签 大部分我看了一下 可能二三十个都是非洲国家 我不知道马达加斯加在不在列 那就是一种叫落地 以前像泰国就可以办落地签 你到了机舱以后 专门有那个签证那个地方 你花个二三十块钱 可能是就可以盖一个那个泰国的那个签证 再有一种呢 就是要那个 再有一种就是那种可以委托 委托淘宝网帮你签证 像土耳其这种国家 你可以在淘宝网上 再一种像美国就比较麻烦了 要面签 这种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说你要去某一个国家玩的时候 提前在百度上查 百度其实都很全 或者去马蜂窝 马蜂窝更全 他要可一定有去马达加斯加玩 你看一看他们的攻略 他们是如何办理这个签证的 那么这个马达加斯 我是自己又没有去过 是跟船去的 具体他是这个签证怎么签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大家最好是通过马蜂窝去查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比较靠谱的 大家好好听听 不行的话我捐点款 我给你坐个船 我给你整个洗澡盆 洗澡盆 扔了赶门棍 你就去就完事 然后咱下面聊个 带上 带上他那几个哥们不都可以去吗 是吧 感受一下非凡 对 罗子刀电线板 把人管钱都摔了 然后咱下面聊聊象牙吧 聊聊象牙跟钻石吧 这两个东西是非洲大陆特产 象牙我都没见过真的 我就看过 我看过视频 都没摸过 没见过 啥样 啥叫象牙 这个象牙我是去几内亚 我是看过真的 然后而且真的价格还不贵 但是因为就是我从来都戏风 这个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这个东西 所以我是从来不去买这个野生动物 这个制品的 这个我也宣传大家最好也不要带 一违法 二一个你买 就相当于毁了一个野生生物 真的是毁了一个野生生物 大家都不买 这野生生物活得很好 真的是活得很好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这个象牙大概其实是什么样 就是首先 它就是弯弯的长长的 就我们电视里都见过这个东西 但是象牙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 真假象牙特别突出 跟牛角不一样 牛角好像表面很光滑 它这个象牙它有一个特别 有意思的纹理叫菠萝纹 你会仔细看它就像那个菠萝的那个纹理一样 那个线就很 那个纹路很密 然后斜的横的那种很密 然后它是一个特有的纹路 是这样的 说实在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眼里它一文不值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国内 或者是在国际的工艺品拍卖上 这个东西炒得这么过 我也说在锦尼亚这个东西很便宜 可能人民币可能就一两万块钱买一整根 象牙我看一般都是 我看很多影视剧作品 都是什么雕刻呀 做成一些工艺品什么的 这玩意就物以其为贵吧 毕竟它比较少 如果满地都是 全世界哪都有 这玩意不值钱 估计可能这样 对啊 对啊 尤其是像那些古代传下来的 说上面什么 刻着什么文征明的题词啊 什么这种象牙扇子啊 或者里面你在有钱人 象牙那个做成一个吊坠 里面藏点东西 什么什么 有什么舍利子啊 这些东西的 那就这个东西好像都是无价之宝 但是在我眼里 它是你是从一个 鲜活的生命上拿下来的 在我眼里 它的意义 你把它生命剥夺走了 你再高傲的这个金钱 你换不来一条生命 对 这个象牙一旦拿下来之后 象牙就活不了了 就死了 关键是什么 现在为了 它为了把这个象牙卖得更高 因为你越长 它卖得越贵嘛 它现在不是说拿锯去锯这个象牙 它现在是整根拔 那整根拔 你拿起 对 而且另外这个象牙 是它大象用来捕食 它是一种手段 它没有象牙 它吃不了东西 你看它那么长 尖椎好疗牙 但是它是配合它的鼻子 可以往里头吃东西的 它这个象牙是有作用的 它不是淋出来 就是为了好看给你拔的 这个东西它真的我觉得挺残忍的 真的挺残忍的 我看过那个视频就是怎么搞这个象牙 真的很非常血腥 场面 他们的象是都是野生的吧 都不是说饲养的吧 对 对 都是野生的非洲象 野生的非洲象 然后我还看过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国内工艺品市场 我从来没看过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应该也是不合法的 我是看过狮子的牙做成的吊刺 非常的漂亮 真的非常精美啊 有点像那个质地 有点像那个玉一样 有点泛着那个绿光 就得像玉那种 就是翡翠那种颜色似的 但是是狮子牙 我当时在南非看到的时候 一个狮子牙 镶金的一个吊刺 可能人民币要两三千块钱 嗯嗯嗯 那那个东西咱们应该是在国外旅游 你带回来吧 这个是正常来讲 是一定是带不回来的 一定是带不回来的 但是他们据我所知 他们有些人就是买那种象牙 或者是买这种狮子牙 或者青牛角这种制品 他们有人说说往上面 我没有验证过啊 因为我不买 他们说是有人去包那种锡箔纸 就是我们电烤箱那种锡箔纸 嗯 包起来 然后再过飞机安检的 造不出来的 这我不太清楚啊 你别到时候说说说 说老长二父 是直接你这样的 你叫完的 你到时候被老官扣下来来找我 我听说啊 我没有实践过啊 但是我听说 有些人会把这个 这东西怎么藏的 如果你要开车去的话 你可以藏空虑里边 空虑里边很大空间 对 但是说实在的啊 我只能说我们有一些 我们不法的这个船员 不法的船员 他会去偷摸搞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拿到国内来很暴力 据我所知 大概在十几年前 某一个公司的某一个船员 我只是听说搞过一个 当时可能当时一根小牙在非洲 可能就是一万人民币 但是在回国内就是十几万 聊了钻石吧 但是这个东西我是从来不参与 聊了钻石 钻石这个东西 就是对 就是南非嘛 南非包括西非这些国家 就是盛产钻石嘛 但是他们的钻石基本上都是裸钻 都是那种初加工的 都没有新加工的裸钻 确实很便宜 确实很便宜 那个大家如果说是这个 带媳妇 毛里熊斯他也采钻石 如果大家带媳妇去说 结婚了 那东明月旅游啊 你觉得国内那种大的钻石 一克拉以上的很贵 那动不动就一万两万 十几二十万的这种 尤其像爱杜这种定制的 这种高档的钻石 动不动十几万一个 带他去毛里熊斯 能省不少钱 旅游钻石也买了 你俩也拆屁了 还挣进感情了 然后这钻石还买个可趁心别了 我准备给我媳妇买个玻璃的 反正他也不认识 坐一个 那不行 万一你媳妇哪天来 说滑下玻璃滑不开 咋等啊 钻石其实怕火 钻石怕火 一烧就没了 玻璃不怕火 对 那个钻石 对 钻石的那个 其实钻石就是碳 对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 化学水平中的碳 咱们下面聊聊哪 然后讲了一下 你说 你说 然后我就说 这个钻石 就是说 我们买来讲 就是说 你在国内 一定要研究好 这个钻石 同样大小 都是伊克拉的 有的可能只卖几千块 有的可能卖几万块 它有一个叫什么3S 还是4S标准 什么切工 火彩 这些东西 什么 你用那个切工镜 看有什么八星八剑 不叫八星八剑 这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不太懂的人 在国外买 也是容易被上当的 所以说 在国内 你们要想去国外买的时候 最好还是去 先研究一下 是吧 先研究一下 它不像咱们国内 什么周大佛 谢瑞玲 不太可能欺骗你 老百姓 就是这个东西 聊聊埃及呢 埃及是 我是曾经两次 去埃及登国路 然后还是去过一次 这个叫 那个 石神人面像那儿啊 去看那个 湖浮金字塔 是我那次是在 准备是在 苏伊斯上船 然后我们提前坐飞机 飞到那个 开罗 然后从开罗 大概一个人 可能30美金的吧 就可以去到 那个金字塔群那边 去看石神人面像 然后首先感觉呢 就是很震撼 另外一个很 就是感觉 就是这个国家 不像我们国内 到现在来讲 对这个古文物啊 保护不是很得力 就是说 任他风吹雨晒雨林 嗯 不是保护得很好 但是真的是值得一看 真的是 也算是我们人类的 几大奇迹之一嘛 一两千年前 两三年前 这个法老王死掉以后 就盖个金字塔 你说那么大的那个石块 那么大 那个时候又没有中 中鸡血啊 所以说一直有传说 是什么外星人搞的 什么基地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 然后又有那么多传说 说很多什么英国啊 包括一些美国的 这些什么太决学家 进去盗墓啊 之类的出来 就离奇都死亡了 所以我对那个地方 当时就很向往 去了以后 确实感觉很震撼 但是我是不让 当时你不是 没有那个许可 你是不能够 进到金字塔 内部去看的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这个还是有一点小遗憾 但是整个来讲 就是说确实很震撼 然后去那边 那那个有那个导游 给你大概讲解一下 哇你感觉 这个东西 确确实实 它是集成了 当时那个两河流域 弥勒河流域 这个这个 这个爱迪的这个文明 真的是 跟我们中国当年的古代 真的是有一拼 真的是有一拼 我看过 大概不下十个纪录片 就是关于讲 那个爱金塔的 什么美国的 Discovery啊 什么这个 什么英国的BBC 拍了很多纪录片 有很多说法 他们也做过实验 就是怎么能 把这个塔盖起来 就以现在目前的 当今的技术手段 都非常难 因为它有很多 它不是说随便盖一个大石头 就完了 它的各个角度 包含那个长宽高 跟太阳的角度 非常精确 就当年不知道怎么测量的 而且埃及这段历史 它自己是没有的 应该是阿拉伯格人 阿拉伯格人帮它记录的 这段历史 这个如果各位感兴趣 它现在有一种说法 对 这个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测哥推荐的Discovery 我也特别喜欢看 就是发泄频道 对吧 然后但是 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是这个金字塔 是怎么建的呢 说说 它先堆在那一个山 堆那个土包 然后把石头 一点点砌上去 砌上那个形状 然后再把沙子 一点点再挪出来 它有这么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个说法 是相对于来讲 我认为比较靠谱的 但是可能现在 现代人也没有 那个时间 堆一个山 然后再去骑个金字塔 再把沙子再抄出来 这个样 但是我觉得这种方法 可能对于那时候 没有这种重机器来讲 可能是我觉得 可能是一个 比较可行的方式 我看了这么多 我就自己总结了一下 这个技术片里面说的 就是当地是很缺水的 所以说你要依靠 当时自然的力量 比方水的浮力的话 是不太可能的 然后呢 杠杆原理也不太可能 你要是搬弄这么沉的 一个大石头 一个石头好几十吨 好几十吨 那多长杠杆 所以当时确实 有很多危险之谜 包括现在也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定论 挺有意思 可以可以去看一看 但是就是外观吧 里边里边为啥不让进呢 里面一个是 它里面没有电 里面漆黑一片 另外一个里面 它常在 它有一些什么像蝙蝠 这些生物的 进去人可能会有危险 不是我们中国 还是那个 埃及的是英国的 谁的太冶血压 进去不就被蝙蝠咬了吗 那个蝙蝠可能有的是 我不知道是带不带细菌 带病毒啊 是吧 万一带一个什么 新冠病毒 你回来这家伙 你回不来了就 确实 埃及应该有很多中国人 我当时那个前女友 我第一个上高中 出那个对象 她妈当时偷渡到埃及的 得埃及做买卖 然后说当地是很多中国人的 做一些小买卖 就是一些卖什么 开个超市啊 开个洗衣店 洗衣店好像不行 那地方人们不洗衣裳 就是卖点水啥的 卖点吃喝啥的 我可以打一个广告啊 就是说 说有路就有丰田车 有人就有中国人 我凡是我去过的国家 我就没有见到 说见不到中国人的时候 即便像几内亚这种 特别贫穷 特别落后 马达加斯加斯上 都有很多中国人 真的是中国人 中国商人 遍及世界 真的遍及世界 那你觉得上非洲做买卖 这是可行吗 我之前连线过非洲听友 她说一个老太太 东北老太太 跟非洲包饺子 一年包不少钱 几年挣几百万 首先来讲呢 我觉得啊 就是说你 只剩一人去的情况下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相对来讲 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就是你挣点钱 没准非洲那边 自案不是很好 再把你抢了 你最好在那边有朋友 或者有亲戚 你跟过去 然后你看看 你去那边 他们缺啥 你干点啥 这个是比较靠谱的 你像我在几内亚这边 我遇到的这些中国人 一般都做什么呢 一般就是 做这种 做饭店 在几内亚这国家 你没想到 做松餐厅特别火 做松餐厅特别火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几内亚这边 他们就华人 就有钱人 在这边 他不限制嘛 因为可以开赌场 开这些东西的 或者是开一些色情场所 它是不受法律限制的 但是像这种华人的 一般情况下 他可能一比较有钱 二他有能力武装自己 武装自己 再就是这种 做中国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 从进口 中国进口的这些 这些 这些 便宜的这些家电 五金 包括日用品 因为非洲其实是非常缺这些东西的 你们可能想象不到 一个大概 一包大概100克左右的洗衣粉 在马达加斯加 在人民币可以卖到十几块钱 100克 只有100克 你想想 那正常就穷人的话 他洗不洗衣服 直接拿海水 算了算了就得了 你想到 我们到了那个马达加斯加以后 就是他们那些人上来 比如说上来一天 他们就是说 就问能不能给我几块香皂 或者给我 给我袋洗衣粉 他们高兴半天 真的是这样 就是说 对他们那些求人来讲 我没有去过真正的 他们那个求人的家里去 但是我能想象得到 在他们这个东西 他绝对是用香皂 或者用洗衣粉 洗衣服来讲 对于他们来说挺奢侈的 是一个高消费 他们都舍不得洗衣服 估计洗头洗脸去了 我当时上学的时候 有可能 我当时上学的时候 我拿增外灶洗脸 当时我就迷信 我就想了 增白灶能不能给我脸增白 我那时候增白灶用了一年多 我脸也没白 没洗涂皮 就是那个 那便宜 雕牌增白灶 一块两三块钱 那洗袜子 洗衣服 洗脸都行 这一照多用 然后那时候抹脸 用小护士 我就跟我媳妇见面 因为我俩不总见面 就见面的时候 抹点小护士 小护士那十几块一瓶 可好 抹完以后 脸可白了 我这脸啥也不能抹 我这脸 就是哪怕就抹了大宝 我这脸上都起嘎的 这个特别油性的皮肤 就是正常 我唯一用的两样化妆品 所谓的洗化用品 一个是洗头膏 一个洗面奶 没了 我之前一直不用洗白奶 我就是 就最近这几年才用洗白奶 我觉得洗不干净 一直用这个 刚开始用这个增白皂 后来用香皂 但是在这 我是说 就在这非多这些国家 这些 这些很多的中国人 都是做这些 买买就成中国 因为中国这些 日化用品 他都不用去买 就是什么雕牌 像什么什么 白相这些名牌产品 都可能都是我们 很三线很四线 我们在国内 都听都没听说过的 这种品牌 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我们 这个有牙膏 我们就是日本 那个牌子叫狮王 现在也国产了 但是你在 你在几内亚 它就不是狮王 那个核跟狮王一样 它就是虎 对 你听都没听说过 对 然后比如说 你这边的 我们那边 那时候去流行 那个零几年 那时候流行 还是流行 国内都不怎么用了 什么VCD DVD 国内都什么 爱多 什么这些 那个什么 VCD 它牌子 它可能不叫爱多 就叫爱右 反正就是 都是这些牌子 都是你听都没听说过的 别人说三星 到它这就是四星 就都是这些牌子 它都卖的都很好 可以调 可以调 国内都可能叫上来名的 可以捣脑 对对对 如果大家有这个门路的话 就是能把这些东西捣动过去 捣动过去 其实是非常非常赚钱的 另外一个就是 我所预见过的就是说 他们有人 就是非洲人很穷 他肯定买不起那些大牌服装 买不起那块 像我们国内的这种 廉价的牛仔裤 十几二十块钱的那个东西 可能成本价 可能就十块八块的东西 到非洲是特别畅销的 因为他们买不起大牌 尤其是这些西非 或者马拉加斯加 这种穷国家 他都是买不起的 你咱就说 咱那边这十块 脑东西 去里面还能卖二三十 你还是翻倍的利润 至少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 就是有这个能力的来讲 他们是可以找他们的 第一是可以做买卖 第二是可以打工 我知道很多开火车的 在去非洲去工作 我爸当时 他们那个同事 这两年应该都回来了 就前十年前吧 2010年左右吧 很多这个东北三省的火车司机 就退休那个 接近退休的 然后直接就上到那个 非洲去开火车去了 因为那边也是 咱们有相关的项目 给他们修铁路啊 提供一些车头啊 车厢啊 包含一些技术工人什么的 那个赚的还是挺多的 如果你有技术的话 也可以去试一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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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